而从八八风灾以来 高雄桃园山区的道路 每逢大雨就中断 桃园区的中小学因为山路不通 好不容易在上个礼拜才终于开学 但是眼见天兔墙台又要来袭了 桃园区的居民全力防台 国军弟兄也赶紧进驻 希望将伤害减到最低 天兔台风已经升格为超级墙台 台风结构相当扎实 告示桃园区的民众相当紧张 已经有许多民众加紧背凉 因应超级墙台 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在高雄市的桃园区 算目前天气看起来 似乎没有受到天兔台风的影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河流已经是越来越湍急了 要是晚间天兔台风降下惊人的雨量 恐怕这条唯一的连外道路又要在此中断 虽然目前天兔台风影响还不大 但是公路局预计傍晚六点拆除便到航管 许多民众纷纷下山采买 而国骏弟兄也在下午进驻桃园区 为强越台风做好万全准备 也提醒山区民众严防豪雨 确保自身安全